音乐 我是孟庆儿 孟子第73代小孙女 在旅行中 让我们一起感受汉字之美 我是威加德 我来自意大利 我热爱中华文化 对我来说 在这个充满汉字的宝道上 到处都是惊奇 请跟着我们一起 细细品味汉字的魅力 哇 好棒的天气哦 今天的国民汉字须知 我们来到位于新北市的板桥区 而来到板桥 我们的第一站又是哪里呢 在这都会区里 怎么会有这么多树的地方呢 原来是万平都会公园 大家好 我是孟庆儿 孟孟 大家好 我是威加德 今天我们第一站来到了板桥的新板特区 我们所在的公园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平公园 而且我今天特别开心 因为我已经期待很久 今天的美食之旅 是的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呢 开始我们今天一连串的美食之旅 其实呢板桥车站 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第一个 它的交通很发达 它有捷运 然后呢又有高铁 又有台铁三铁公共 第二个呢 其实现在它有点像 类似台北市的信义区 所以每到有节日啦 圣诞节等等 这就会布置得非常漂亮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万平公园 就是大家平常 周末啦或者是下的班 很常来喘口气 放松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中心地带 开始我们的美食之旅 不过呢 我们既然来到了万平公园 加德 你有没有想过 万这个字的由来 有 因为我现在就在 万方医院那边 所以是同一个字嘛 对不对 万这个字啊 上面好像有个草字头 对不对 没错 那该不会它跟草有关系 但是跟草有关系 却又用在数字 用在单位上 比如说几万人 对不对 这个万字应该大有来头 苏老师 赶快为我们解释吧 一行艺术有玄机 以至于据说古今 国民汉字须知 带你一起学汉字 学好字 我是丁静怡 首先要欢迎的是每个礼拜大 我们认识很多汉字 学很多好字 才不会用错字的国学专家 苏建州苏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好 那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 板桥玩耍 吃美食 然后学汉字的特别来宾 她可以说是 道地的板桥语人 我们来欢迎一下何嘉文 哈啰 你们好 大家好 我是板桥女儿 我是何嘉文 对 你看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我们聊 对 客家 对 苗栗 对 但今天说到板桥这个地方 其实嘉文对她 还有很多的情感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在板桥出生长大的 对 整个板桥我是非常非常熟 真的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板桥很多第一名 非常 包括她是台湾最多邻里的第一名 然后还有人口最多第一名 所以你知道随便都会撞到板桥的人 因为我也是板桥人 真的 我们刚刚相认了一下 因为我是江翠国小 江翠国中 那你就是再更往里面一点点 我海山国中 说真的 板桥一直到后期 从九节域 对 然后高铁通了之后 现在很方便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来带大家认识一下 这个板桥的地理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其实新北市板桥这个地方 位在新北市的中西区 中西部的这个位置 然后紧邻着新庄 三重 树林 土城 中河 永河 所以其实说真的 从板桥到台北隔一座桥 非常地快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当初 这个因为大家看到说这个房价 虽然是比台北市在清明的 没有错 对不对 所以就会住在这 你看人口最多 一直到2017年4月为止 她说人口有55万 不意外 真的不意外 而且有来自各个县市的 对 那你看我们说55万 我们就讲到万这个字了 我们都说 各十百千万 万算是一个计量的单位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想说 那当初 古字是怎么造出来的 因为现在万这个字 我们看 感觉我们都说 草字头的万 是啊 现在草字头的万 是跟草有关吗 还是说 你看我们既然说 它是一个计量的单位的话 那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 所以就蛮好奇的 老师 但我们也是万这个字的 这问你问得非常好 我们看万这个字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结吧 看起来确实像一个草字头 对 但是它的源头是跟草字头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是 我们看它本来是什么 你看 这像什么 像不像某一种动物 特别是这一只 像那个蝎子 像蝎子 对 前面是两个翱 后面是它的尾巴 像个蝎子 然后后来这个地方 加一个装饰的笔画 对 再变成这样 后来就把这个上面那个翱 变成 额变成草字头的蝎 变成弯的 难怪老师说跟草没有关系 对 一开始老师就说了 对 那这个字型就像一个蝎子的形状 万的本来就是指蝎子 真的啊 是啊 然后因为当时这个 我们说克斯百姓万这个字 它当时的发音 它就发作万 所以就假借这个字来使用它 然后刚刚我们不是说 它这个字本来是代表蝎子的意思吗 是啊 不是被假借用走了吗 对啊 那本来意思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万下面再加一个虫盘 因为这个跟虫有关嘛 造出了这个字 这个字读作菜 来表示它本来蝎子的意思 然后我们现在的字典里面呢 是把这个字呢 归在所谓的螺布下面 螺 现在的字典 不是草布 然后我们把它的意思 跟大家做个说明 第一个是它是当作数字 这非常简单 是千的十倍嘛 那玉片就提到说 什么叫万呢 就十千 这非常简单 对 然后它有很多的意思 比如说排除万蓝 或者说千山万水 这个都形容很多的意思 是 然后它有副词 就是极非常绝对的意思 比如说万不得已 万万不可 这个都是所谓的 非常绝对的意思 OK 对 好 所以万这个字 原来跟草没有关系 它是蝎子 是蝎子 好酷 对啊 它不是草字头 所以听完万这个字之后呢 你还有没有难得来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 因为我刚刚在想 就是你知道 你刚刚提到万 因为我们板桥有一个万平宫 对 他们刚刚去的地方 是 那我的意思是说 那那个公园的圆 对 因为里面是一个圆式卡的圆 是 然后它有一个框 框起来了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会很有意思 哦 也是 因为我们经常说公园 好像感觉是一个范围 对 所以是不是就反正 圆嘛 就拿来当它的发音 是不是也是借 有一个 对不对 框起来的 对 是吗 这个字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先说一下圆这个字 圆就这么写 这个大家都 没错 很认识 他其实最早些 它是这么写的 看出什么吗 这个是古代的一件衣服 哦 这是它的领子嘛 是 然后古代衣服不是这边有交叉吗 对 这是古代的衣服 然后这里是一只手 那字体表示它在穿衣服 这是圆本来的意思 手要穿过去 对 手把衣服拉好穿进去 对 那这个字体分析为从一 一就是刚才说这个衣服的一 然后从右 字体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用手来穿衣服 这完全有个理解 它就是换这个字的初吻 那圆本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衣服很长 衣服很长 那这个用法我们没有再用了 现在都已经失传了 现在用法就是当作信来使用 对 就刚刚您讲的那个圆是改的圆 对 是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公园的圆 就是刚刚您讲外面加一个框框 那这个是分析为从围 对 然后圆身 是 为什么从围很理解 因为公园就是一个范围 然后框起来 真的 太对了 对 那圆的话是身符 是 那这里表示说 它是一种四周有围栏的 然后它里面是可以种植 蔬果花木的地方 原本来用法是这样 它是种植这个花果树木的地方 是啊 那这个字呢 它是围绕的意思 跟这个围用法一样 派图作围 所以用法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其他用法 就是说 这个我们现在就很常用了 供人家修气 赏乐的地方 比如说花园 庭园 公园 然后它同时也是什么呢 古代这种帝王跟后备 他们的墓葬 比如说园林 这应该有听过 什么园林或什么园寝 所以你看万平公园 我们就学了万字跟圆字 然后才发现说原来 万跟草没关系 是跟蝎子有关系 圆就是我们猜的 对 一个范围里 对 所以在板桥 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 还有很多的美食都我们挖掘 我们汉字几十钟之后 再带大家来学汉字 学好字 大家好 我是一家老师 我们常说年轻人离乡背井 到外地讨生活非常不容易 这个井字应该写成井 还是井呢 正确是这个井字 离乡背井是离开故乡 带外地生活 井是井水 古代以农耕为主 生活多围绕着井水之处 因此井这个字便引申为家乡的意思 而背为背对也可以指离开 因此背井有离开家乡的意思 但如果换成了井色的井字 背井表示图画或摄影中衬托的井物 或是可依赖的人物或视力 所以我们说离乡背井 要写成井水的井字才是正确的哦 在新闻里我们常看到辛苦到外地奋斗的员工 却遇到老板积欠薪资 因此酝酿罢工来争取权益的事件 这个酝酿的酝字应该写成酝 还是酝呢 正确是这个酝字 酝酿是比喻事情逐渐发展 达到成熟的准备过程 酝是逐渐形成的意思 而这个酝字则是累积聚集 例如蕴藏 因此酝酿活动要用这个酝字才对哦 离乡背井及酝酿这两个词 大家都学会了吗 我们教导它是一个专潢特别的店面 那要问你店面的台语 你知道怎么说吗 这种好好吃哦 你知道在吃下去之前 光是用闻的就有胸胎味 它是一个酸辣的 没错 够劲耶 所以我们都不想要主持了 我们吃下去 我们顾止吃饭就好 今天美食之旅的第一站 我们来到位于板桥车站里的 美食地下间 究竟在这个地下间里 藏着什么特别的料理呢 说到这个问我就对了 今天就跟着我走吧 一般素食餐厅的状况 顾客也越南南的 相当的素杂 但是这间里我会觉得 我好像来到了一些景点 很有那种中国风格 而且还有那个床华 好漂亮哦 是的 它的装潢好像回到 二十三十年代的上海的老店 那种感觉 对不对 没错 但是这个素食餐厅 它有另外一个特点 它的特色就是各国料理都有 你要吃中式 日式 菜式都可以 哦 现在的素食料理 基本上已经选了很多了 现在呢 还是我们的各地的烹饭房 是的 变成一朵创意料理 你说得很好 我觉得很期待 很期待啊 我们赶快进去吧 好 我先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问你 我们赶导它是一个 装潢特别的店面 那要问您店面的台语 你知道怎么做吗 大家好 我是阿兔 真羡慕加德梦梦 要展开美食之旅呢 阿兔我肚子也好饿哦 我来告诉大家吧 店面的台语叫做店面 也可以念作店好 如果我们要询问店名 台语叫做店好 而开店的经营者 也就是老板 叫做店好的 今天我教大家 这些和店相关的台语 大家记住了吗 下次看到商店的时候 也可以试着用台语说说看哦 今天这家店呢 说真的 我第一次很荣幸地来这边尝鲜 但是加德 你是每个月都要来这里朝圣 是的 基本上我每个月一次我都回来这里 我觉得这个装潢真的太漂亮了 但是呢今天特别荣幸 因为有机会跟老板娘有接触的机会 老板娘好 阿兔威姐 阿兔威姐 你好 加德真的是每个月都要来吃你们家一次 这一道是什么 这是日式酱烧麻糬茄 哦 名字很老口吗 麻糬茄哦 对 茄子我们看到了 对 上面这一层是 是豆酥 好棒 这个豆酥不对了 因为茄子本来比较软 对 就比较酷 我发现说到这个茄子它一点都不有了 可是通常我们在外面吃茄子 真的没想到 说到重点了 没错 而且因为这个豆酥它是脆的 对 所以你吃到的时候就是又脆又软嫩 而且我发现威姐她们家的菜都很入味 有越吃越饿的感觉 那没想到你吃这道菜更下饭了 真的吗 它是什么 它是椒麻糬 它是用什么做的 像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杏鲑菇 杏鲑菇 对 杏鲑菇 这道好好吃哦 然后再吃下去之前 光是用闻着就有开胃 它是一个酸辣 没错 够劲 受到重点了 你看泰式的 就是一模一样的 够酸 够辣 我好想再来一块 对 我们都不想要骨子了 我们只想去 我们骨子吃饭就好了 而且那个杏鲑菇呢 它嚼起来就是有一点点脆度 然后又有嚼劲 外面的这个杏鲑菇呢 它也刚刚好 没有骨子 我觉得威姐真的很厉害 你看每一道呢 都这么费尽心思 都是威姐自己的师父 而且我想 我威姐真的应该是 各国的料理达人 宗师的 日式的 甚至到菜式 他都可以掌握得这么好 而且我刚刚特别开心 因为孟孟应该知道 我最喜欢做菜式的料理 真的 没错 今天真的是太有努力了 如果呢 我们刚刚讲到 泰式的菜 对不对 我们要来研究一下 泰这个字 加德 泰这个字呢 其实除了泰国的泰 之外 在中国也有一个泰山 对不对 可是说到泰这个字的结构呢 我们现在有理解 你有没有研究过 真的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分开来一起 对 最近泰这个字是怎么形成而来的呢 我们谢谢邱苏老师 为我们解答 这真的是一间 非常别致的蔬食餐厅 说到板桥 其实好吃的餐厅有很多 但这间蔬食餐厅 给大家的氛围 其实还蛮好的 有去过吗 有去过 而且因为板桥人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 大家都是从各个地方 来工作的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板桥的好 大部分都是口耳相传 我觉得板桥人比较 如果想要找一个什么店 或者比如说想要做一个什么事 他就是我们会很习惯性地问邻居 就说有没有什么餐厅怎么样 你去过那个怎么样 我们是很打听那个口碑 他的口碑非常好 真的 难怪 所以我们制作单位 特别带大家认识这间蔬食料理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泰这个字 加德提到泰国的泰这个字 我们都知道这样写 对不对 很多人我还看过他把里头写一个水 我想知道 老师 如果写成水的话 是不是就错了 水是正确写法 对 但我意思是把它连起来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会写成四点 我是四点会把它分开写 那我也有看过 有人是把它这样子写 就这样 这可以 是OK的吗 反正就水旁的写法 是可以 所以它其实下面真的就是跟水有关系 就是水旁 好 那老师带我们来认识一下 但不会跟泰国泼水节有关系吧 来 泰这个字 好 泰的话这么写 刚才我们主持人写得非常好 非常的标准 好 看它本来是怎么写法的 好 这是它小转的写法 这个就刚才下面水旁的写法 对 然后上面这是一个大 大小的大 然后左右两只手 所以刚才我们写那个三 三横 两横的那个 对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大跟两只手 OK 大跟两只手 对 那字型 所以我们说泰就是滑的意思 分析为从拱 拱就两只手 读作拱 然后从水 大声 它是一个行声字 然后看一下它有几个用法 第一个泰我们知道 它就是那种很超过的意思 很多的意思 所以它是解释为过胜或过分 然后是29章提到说 它说所以这个圣人 它要把一些很过分的东西 把它去掉 去掉什么呢 去圣 去奢 去态 都只能用态超过标准 超过法座的东西 都要把它去掉 然后它引申为所谓的 交纵或是奢侈 当然是比较负面的 比算交态这个词 好 然后这里提到一个人叫做 细招子 这个是读作细 不是 不要读作却 是细招子 差一点 太像了 太像 太像 细招子 它说这个人怎么样 他家里很有钱 他家里跟这个公司的钱 差不多 公司就是这个国家 其父办公司 然后其家办三军 他们家里面的那些 降佐或说这个士兵 有三军的一半这么多 所以他非常有钱 凭靠他自己非常有钱 他就怎么样 在整个国家非常的骄纵 非常的骄纵 以太于国 然后他有所谓 引申为所谓的吉或是罪 比如说太古 太古就是指善古的意思 善古跟远古 然后他有所谓宽玉的意思 手头非常宽缩 也可以叫做太 这个就是正面的用法 那徐子一边提到说 他说凡律是欲俗 而用财欲太 就是说我们在考虑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生私熟利 没问题 然后重点是怎么样呢 当你想要用你的财富 去靠散你员工的时候 手头要宽缩一点 不要太过吝啬 好 然后它也是一种易经的挂名 就所谓的太挂 这种怪兴就是说 它是一种上下交通之行 上下是可以流动的 所以太这个意思 它有所谓的通达或是通商的意思 好 然后它有好或是善的意思 这个我们熟悉叫 皮吉太兰 是 皮就是坏的 太就是好的 是这样子 原来太字是这样的 那我突然想到一个字 因为我们小时候学字的时候 不是老师都会带着我们一笔一画吗 对 我那时候很容易把太跟这个字 已经搞不清楚 对 好像喔 是不是 因为你就会觉得下面 感觉也是水 然后在上面都会很 对啊 因为它笔画的感觉很像 很像 远看的时候会念错 对 所以我们就会想问 那情是什么意思 对 因为情跟太一样 其实诈看很像 上面 因为我刚刚已经把它改成情了 在你写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 因为上面都是一样 对啊 老师你知道吗 我们想知道这三痕 一撇一耐 对 这有发音吗 因为我发现好多字 有春 对 春也是 对 情啊 菜啊 好多 还有聪明的聪 对 聪明的聪 远皱的皱 对啊 都是 都是这个点 所以这个是没有发音的 对 因为它是很多字 不同来源变化过来的 对 就是它的源头是各种来源 然后后来演变成长得一样 好 我们讲 请之前我们先见一下 介绍一下中午的舞 大家有些机会 情跟舞有什么关系 对 真的有密切关系 好 我们先看 这个就是舞 舞我们现在知道 它是一个中午的意思 对啊 你看中午一样 这种东西太虚了 太虚了 它本意不是中午的意思 本意是指什么 就是储 聪明的那个储 你看甲骨的字型多像 这中间握的地方啊 细细的 好握嘛 比较好握 对 就是 你看照得非常像 是 后来这旁边加了两撇 加了两撇的原因 就是装饰笔画 装饰笔画 然后再把这一点 然后再把它延长之后 然后再拉过来 就变成中午的舞 对 所以中午的舞的 本来意思就是储 还没加一个木盘而已嘛 是 就这么变来的 是 那舞的本意呢 字型说像一个聪明的木棒 它就是储这个字 本意就是储这个字 好 然后后来甲介为时间的代称 对 比如说中午 好 那这个就是琴 琴跟舞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是不是还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我们往下看 这样就看出来了 我们看这个是更好认 这是刚刚讲过 这左右两只手对吧 对 这个就不是刚才有那个储吗 是啊 那个储 下面就是稻盒啊 米啊 葱米啊 把那个壳脱掉嘛 葱然后它壳脱就可以吃米 是 就稻盒的盒 这个写法一样 两只手中间储 就稻盒的盒 这个也是 两只手 然后这个是储 两个稻盒 变成这样 后来上面这个部分 就额变为刚刚我们写的 三撇 然后一撇一纳这个 然后这个两个盒 整成一个盒 所以我们现在请了写法 这个字的甲骨文 其实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会让我们想到有饭吃了 对 所以自己冲什么呢 冲吾 吾就是储嘛 然后冲拱 那自己表示说呢 冲两个盒 就是它这个盒 可以写两个 我写成三个都可以 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双手啊 拿了这个储 然后这个倒盒 然后让它脱骨的意思 脱这个骨 那表示说这个冲倒盒骨的意思 然后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几个用法 第一个是朝代的名字 对 比如说秦朝 他非常熟悉 对 然后跟秦有关的几个成语 有两个成语很有名 是 一个叫做秦敬之豪 不知道什么叫秦敬之豪呢 就是说这个春秋时候 这个秦国跟敬国 他们两个国叫当世代联姻 所以后来就以这个秦敬之豪 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两性联姻的关系 还有一个成语叫做朝秦暮处 常听到 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时的这个秦国跟楚国 是当时整个藏国最大的两个国家 没错 然后中间不是有这些小的国家 对 我今天到底我要服侍谁 大家要看风向 西龟我大兵 就是啊 到底哪边大兵 两边都大兵 对啊 要去哪一兵 对 就是夹成其中的一些什么 韩国 赵国 魏国 他们比如说今天可能是服侍秦国 明天可能就服侍楚国 对 比如这个怎么样 反复无常 后来就以这个成语比喻什么 比如说人心反复无常 叫朝秦暮处 是 然后这个的话也可以 也是一个这个大陆陕西地区的简称 简称叫做秦 OK 然后可以当做信 你说送条一个叫秦官 对 那我们讲秦之后 然后我们跟他介绍一个 跟他意思非常相近的 就是葱 是 葱米的意思 因为刚刚我们听到说秦也是拿处来葱 对 对 那葱跟他意思 字意差不多 他就这么写 这非常好理解 两只手 然后这是处 下面多个旧盘而已 还有一个旧那个 对 他跟秦的差别在于说 秦的话没有旧盘嘛 对 然后秦他有盒 然后他没有盒 对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上面都是两只手 两只手 然后拿着锄 对 然后后来都会额变为这种鞋吧 上面都变成这样 原来如此 对 好 那我们把葱的几个意思说一下 好 第一个意思跟秦是一样 对 就是把谷物以这个储旧呢 把它倒去它的壳 是 那说我们说葱就是倒树眼 对 或是比如说我们说所谓的导药 中央好像导药嘛 对吧 然后它有所谓的突几 或是说刺的意思 好 好 所以我还想到一个字 我们刚刚说了 上面同样一个妈妈的 下面一个日的 但是下面一个日对不对 我们也直觉想到春天的春 因为春天常看到春这个字 那我们想说一年的开始是春天 对 所以一天的开始是白天 这下面是个日 对 有没有 就觉得是这样 对 但是当然这些都是假想 我们先透过一个测验 好 来考一下佳文 来 春字意思猜一猜 一 年岁之意 二是食物的名字 二是食物名 对 三 生姬 四 悲伤的样子 五 姓氏 我猜如果不是生姬 就是年岁的意思 所以你觉得应该一 三 一 三 但是如果好 如果要我说的话 我可能会猜三 这个可以复选 可以复选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跟三 我觉得就是一三 对 因为春天也有一切开始的意思 对 生姬蓬勃这样 好 一跟三 完全正确 怎么办 怎么那么厉害的板墙人 连春都会 老师就要鼓掌了 对 一百分 很厉害 因为刚刚差点 很容易会被姓氏的偏 你会觉得古人姓什么都有 对 姓春应该也不例外 但是我身边后的姓氏 都太普通了 没有这种春天 所以就救了你一命 救了我一命 来 老师 春这个字 让我们认识一下 好 我们说明是春这个字 春这么写 这个我们都非常地熟悉 上面一样长得一样 只是下面变成日旁而已 是 那它有各种写 我们讲这个字比较好理解 你看 这是两个槽 这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 然后这是太阳 然后中间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写那个 比如说北屯 南屯的屯 那个写吧 那这里我们要读作尊 那这个是像什么 像一个 你看 这个东西像一个植物 冒出来的样子 对 所以就代表一种万物复苏 万物生计的样子 那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事情 分析为从日 然后从两个 这个是读作侧 如果两个偏模都读作草 一个的话读作 像这样读作侧 好 读作 反正都跟草有关 然后从尊 这个是可以读作尊 你可以读作尊 都可以的 好 那这个字不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个生辅 同时表示说植物萌芽 那这非常好理解嘛 对 对吧 整个字表示说 日光照耀 植物生长 那本来就是春天 好 然后看一下它几个用法 第一个是 它是一年世纪里面的第一个季节 是世纪之首 非常简单 然后它的落的这个范围 在立春跟立夏之间 然后第二个就是 刚刚我们答案所讲的 它是有年跟岁的关系 一年或一岁 三国为了曹子的杂志提到说 说志祺三年归 今以立九春 九春就指九年的意思 因为一年才一个村而已 所以它大概可以有年的意思 然后它可以指这种很简单 指草木的生长 或者说比喻花开放 那这个一般比喻什么 比如说生姬 因为曹木生长跟花开放 就是生姬的意思 生姬末果 那我们通常用 比如像这个庙所回春 对 回复你的生姬 对 是这个意思 然后它有所谓的春色 或是喜色的意思 比如说这个王安石的 这个宋朝周旅史君提到说 说旅史接阳去 孝坛面生春 这跟我们说的这个面带春风 意思是差不多的 对 是 好 春这个字其实还蛮正面的 对 而且其实 其实我觉得蛮好懂的 对 是蛮好懂的 而且你看刚刚这个100分就知道了 对家文来讲一定蛮好懂的 对 因为它的这个 你看姿势就是这样 厉害对不对 而且我念书的时候 我的中文确实是最好的 真的 所以我们待会还有第三个部分 我们还要一起继续来找字 但在这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把论语 好好的来学习 小子 大家好 我是齐立峰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论语比仁篇》中的一段文字 这一段原文 但如果要我违背正道而得到富贵 这是我绝对不会做的 因为一个君子一旦违背了正道 那怎么对得起君子之名呢 就算在仓促混乱的时代 或颠沛流离的时代 君子都不应该违背忍 这一段非常能表达 孔子和儒家精神 所谓的忠实 就是两顿饭之间的时间 君子没有任何一刻会违背仁义 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 有句话说 物因恶小而为之 有时候我们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事 比方说深夜路口遇到了红灯 但墙快就闯了过去 这就有可能会引发意外 当然遇到天灾或战乱发生的时候 就更有可能发生混乱 抢夺等各种行为 所以孔子告诉我们 这才是考验一个君子真正的时刻 一个真正的君子 在无人注意到的时候 或所有人因混乱而都在作恶的时候 他依旧做出合宜的行为 这样大家都了解了吗 刚刚你有说呢 他可以教我们 那我们忽不忌待 赶快开始吧 Let's go Let's go 过来 我还有一个问题 有问题 你刚刚说他是一个五星星 高级船 对不对 那我要问你 你知道厨师韩语怎么说呢 上面我们在讲 韩丽兹跟草有关系嘛 但是下面呢 感觉也没有什么身符跟黄有关啊 那这个字还有古字吗 老师 这个本来用完 绝对超出大家意料之外 真的 不只是黄色的黄 离开了板桥车站 又到了我们的下午茶时间咯 接下来 这间位于板桥车站附近的甜点店 听说啊 这里的主厨可是大有来头的哦 大有来头 那今天我们真是要克服了 究竟这间甜点店里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 哇 我好期待哦 今天呢 我们还来到了板桥车站周边巷弄当中 找到的五星级甜点店 听说这里有一个 五星级高级船 你会有什么机会吗 很棒 很棒 让我们早上欢迎 参加到五星甜点主厨 好棒 我们来自家德 我的名字是Cher 梦梦 Cher 我们听到这里有一个 很流行的 很著名的食物 叫做 Cher Cher 对 其实这边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招牌甜点 叫做糖自玲瓶 听说每天是馅料 然后大家都要排这来购买 所以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因为我们想吃Cher Cher 你有什么吗 你觉得你能够做的 你能够做的 我可以教你 你教我吗 你教我吗 为什么 我们想买它 但我们送你 对 所以我们真的来晚了 果然这个糖自玲瓶 非常的有名 老板刚说他们购买 就是已经卖完了 但是他刚刚没有说呢 他可以教我们 那我们过不期待 赶快开水吧 不 过来 我还有一个问题 有问你 你刚刚说他是一个 五星甜点主厨 对不对 那我要问你 你知道厨师韩语怎么说呢 嘿嘿 阿图我又来了 说到了厨师啊 台语有几种说法 像是 例如 另外 这是我们常听到的 还有一种用法 我们用 这个通常用来称 法有专门建议的人 例如 专门塞乎 米包塞乎 日本料理塞乎 都是我们常用的哦 但记得 这跟对老师的尊称 酥乎 可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哦 想不到 要吃个甜点 是这么不容易呢 在我们千辛万苦下 终于完成了 一半 最后呢 还好在主厨的帮忙急修饰下 美味的甜点终于上桌了 那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你喜欢说一下 当然 这两个都比较多长时间 除了我的其他甜点 因为我把柠檬的柠檬 还有柠檬的柠檬 也有柠檬 但我煮了两天 两天 所以这一道要先花两天的时间 去做熬煮的动作 是 而且他刚说的这两个招牌 是花最久 最长时间才可以做出来的 你看多厉害 都是手工的 我觉得这吃起来就是一个初恋 因为它就是有酸有甜 然后咬下去它会慢慢的先从 其实巧克力还是最强的 但是越寒然后越咬 那个甜味也会出来 但是 love 还有另外一面 就是很苦很酸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来试看看第二个呢 就是柠檬塔 其实我觉得如果有喜欢 是卡士达酱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这个 因为里面 它的卡士达酱很浓郁 然后很绵密 但是呢 又甜而不腻 重点是这种黄色的女朋友 它在台湾是不常见的 这是不常见的 不常见的 在台湾里面是不常见的 对吗 对 所以今天能够吃到这个 真的是精心地打造 这样的特殊五星甜点 对 其实各位观众朋友 可能不知道 但是老板真的很辛苦 因为他自己回去那件事情 然后亲手挑选这种大小一样的 黄色皮的柠檬 真的很辛苦 不过佳德 我们今天提到 黄柠檬这个黄字 你有没有研究过呢 研究是没有 但是从头都会 黄这个字 让我特别特别的困扰 因为它一下子是一个颜色 一下子是一个性 然后一下子好像也会 代表中国之一 所以其实我不太理解 黄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 黄这个字呢 的确是很有学问的 还是个部首 究竟它要怎么来的呢 我们请苏老师为我们解答 谢谢佳德跟黄柠 带回来这个好吃的甜点 因为其实我刚刚一看到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棚内看到 我想说 你为什么要带一颗柠檬 还给我呢 你知道我很怕酸吗 我跟你说它超特别 这一家店的甜点 因为这个柠檬塔很厉害 你们可以吃吃看 有 我边听 对 它这个柠檬塔 是你整个都可以吃 它里面是卡士达酱 跟甜橙 是整个腌制过的 而且里面的卡士达酱 真的酸酸的 就很高纲的一个甜点 就是女生会喜欢的口味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个字 找得真好 因为找到这个好吃的甜点 然后让我们找到 黄色的黄这个字 我们刚刚说黄柠檬 对不对 但是黄我们经常说 你姓什么 我姓草头黄 草头黄 很多的 所以它上面我们在想 还一定是跟草有关 但是下面呢 感觉也没有什么神符 跟黄有关 那这个字还有骨字吗 老师 这个本来运动法 绝对超出大家意料之外 真的 不只是黄色的黄 好想知道 而且它上面其实跟草头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完全无关 好 来看一下 你看甲骨的鞋吧 这是一个人形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 但是注意到它肚子非常大 对 肚子很大 然后这是一个人形 下面这个人怎么样 被火烤了 被火烤 下面就是一个火 熊熊火在烧它 什么情况呢 再往下看 这西周时候 上面只是多一个口盘 这是刚才的写法 对吧 上面多一个口盘而已 这个人 它是怎么头往上的 头永远能够往上的 这是用残肺之人 残疾之人 你看后来是这个写法 它把这个口盘 往旁边穿出去变成这样 但是它两只手 它的大肚子 然后它的脚 后来就变成我们这个样子 就这个拉平之后 不是就变成这个样子 它的头 它的嘴巴 两只手 它的肚子 还有它两只脚 就是广的由来 本来 它是一种什么人 它是一种这个人 头永远只能够往上 不能够往下 跟这场人不一样 对 仰面向天 而且它肚子隆起 它是一种残背的人 一种残背的人 那这种人 我们不太把它叫做汪 那刚才我们不是说 看到这个人下面 有一段火 对 为什么要烧它 原来是古代的一个习俗 怎么样 古人他们在大旱 不下雨的时候 他们就焚烧这种汪的 为什么要烧它 就是希望说老天 它可以下雨 那我们看一下 黄的几个用法 第一个是它刚刚说本意是汪 是一种残背之类 是 后来甲介为黄色 或是用为姓氏 那都后来甲介用法 对 那我们后世的话 都通行甲介的意思 好 然后颜色变黄的话 表示说它快要枯萎了 是 所以它有枯萎的意思 对 那庄主提到说 说这个草木 不带它变黄 然后就会枯萎了 不带枯萎 然后它就会掉下来 不带黄而落 然后它也是五色的其中一种 对 古代五色是哪五色呢 就是青 白 红 黑 黄 配合五行 配合五行 那其中这个五行 配合这个五行跟五方 其中这个土色它是黄色 在中间 黄帝之色中间 所以以这个黄是中央的正色 然后它也是黄帝的简称 比如我们常说炎黄子孙 对 这个黄就是黄帝 或说黄老之树 黄就是黄帝 是 好 那说到这个黄 柠檬或者黄这个字呢 我又想到 因为刚刚这个甜点店 我又想到果 糖果 果这个字 我也好爱吃糖果 因为你看 我们刚刚前面在讲这个琴 泰的时候 我就有问过老师说 泰这里头真的可以写水 可以 你可以把它连起来 但是果这个字 糖果的果这个字呢 我刚刚在想 它是个甜 一个木 还是说也有人这样写 就是它写了这样之后再写 对啦 也有人这样写 把它连起来 老师我想知道 在认识果这个字之前 我想知道 这两个写法都正确吗 笔顺的用法来说 一般我们是 分开写 会写下面那个 会写下面这个 其实它的来远夕 跟甜没有关系 是跟甜没有关系 也跟甜没有关系 所以这样写是可以的 你先想想看嘛 数目上面怎么会有甜呢 不合理 不合理啊 也是喔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样写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知道写法之后呢 我就要来猜一猜意思了 因为刚刚的佳玟 很轻松 不犹豫 刚那一题真的 拿了100分 没有很难 对 那这一题来 果字 意思猜一猜 一样是复选题 对不对 1 否定 2 充实 3 扭捏 4 坚决 5 饥饿 我猜一个是饥饿 5 然后还有一个是 1 否定 我觉得是1 否定 当然答案不一定是2个 复选 3个 4个都有可能 真的假的 所以选你觉得最像 我觉得1跟5 我觉得就是1跟5 1跟5 答案是2跟4 这题真的有一些难度 你不要看 我们就觉得 它就是一个什么结果 糖果 来 老师 我这个资料我们试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 就是一般我们是把它粘起来 这里 我们不会把它断开来 好 就把它粘起来 就大家记得一下 然后当然它的源头系跟田是完全无关的 因为田不可能长在树木上面 那不合理 本来这么写 这个就非常合理 这是树木 树木上面的果实 对 就这样而已 它其实反而像个果实的形状 树木上面的果实 对 只是说后来果实 这4点省略之后变成一个田形 它就是一个大果实 它自己分析为虫木 上面是果实的形状 对 后来这个果实而变为田形 是这样子 跟田没有任何关系 懂 好 看那几个用法 第一个是它是指这个 本来是指树木所结的果实 因为从木旁 所以本来是指树木所结的果实 对 后来我们就扩大 扩大指一切草本植物的果实 这可以理解 OK 然后它有所谓 刚才也提到了 它有这种饱足跟充实的意思 比如说果腹 这是果腹 对 它是饱足跟充实的 不是饥饿 对 然后它有事情的结局 因为刚刚说这个是树木的果实 树木的结局 对 那可以扩大为止 别的事情的结局 比如说事情的结局 或是事情的结果 对 然后它有所谓的成就 或是实现的意思 就是这个事情 它的结局 跟你预期是相符的 那就是果 然后它也有果感 绝断的意思 比如说伦女提到说 言必信 行必果 讲话一定要有信用 做事一定要非常果断 好 然后它有副词 相当于这个忠语的意思 忠语 比如说昨天提到说 说这个靖文宫 曾在外面流浪19年 最后忠语怎么样 回归进果 这个果就是忠语的意思 忠语 对 好多用法 对 其实不只是糖果乳果而已 原来这么多用法 难怪陷阱很多 对 这一题真的太难了 很难 确实很难 我换一个字 既然我们刚刚说糖果的果 对不对 那就糖 来个糖 对 因为我们平常 我们知道 看糖 我们会念糖 对不对 对 但是加了个米 明明就我们觉得糖 我们说真的糖朝的糖 对 那加个米然后又变糖果的糖 就觉得糖果糖朝十万八千里远 是不是先从糖这个字来看一下 没错 先看一下糖这个字 分析为从米糖生 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从这种甘蔗甜菜米跟麦 它们所提供制成的一种甜心的物质 然后糖这个字 果代也可以称作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 糖就乙嘛 对 那苏文提到说糖就乙叶 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两个 跟乙有关的成语 一个叫做甘之如乙 非常常听到 很常听到 比如说我们乐于承担坚骨的事情 或是说你虽然处在库宁当中 但是你却甘心接受 甘之如乙 还有一个我们都很喜欢的 叫含乙弄孙 对 就说这个老人家 老人家的时候 比较没什么事情 就含着糖 然后来乙弄他的孙子 形容说老人自于晚年 那不问他是一种乐趣 好 再来我们介绍一下糖这个字 好 糖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对 大家觉得想不到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什么意思 就觉得他就是唐朝 对 还有姓氏 对 你看他下面有个口吧 对 所以他其实跟讲话有关 说话 而且是说大话 说大话 对 这个字摆这么写 上面是一个根 下面是一个口 上面是长根的根 长根的根 那这个也是 那分析为从口根深 本来就只讲大话 讲空话 或说荒诞诗实的说话 本来是有点偏负面的 讲空话 讲大话 对 是 好 这个字本来是所谓的大爷 后来就引生一切的大 有广大跟浩荡的意思 好 好 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词 叫荒诞 是 荒诞好像一般我们认为是比较负面的 对 其实一开始是中性的 应该就所谓的广大 或是说漫无边际 是中性的 后来就比较偏向于负面的 就所谓的荒诞 比如说怎么样 这个人的思想跟他言行 不符合一般人的常理人情 夸大不实 请他感到非常的惊奇 然后他 后面这个就是又更加负面的 就所谓的言行观谬 或是不合理法 然后他有所谓的空跟虚的用法 可以有 这个我们就几乎用不到了 从未没看过 没看过 然后最后这个用法 它可以引申为所谓的土缆 或是说白白的 对 比如说我们是叫糖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重点是有个成语叫公不糖捐 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付出努力的话 你就不会白费 你的功劳不会白白的浪费 刚刚说这个糖是白白或土缆的意思 那其实这个源头 它是一种佛家话 就是说你的功夫 不会白白的被抛弃掉 不会被捐弃掉 只要有努力的话 就会有收获 是这个道理 它说世界上的所有的功德跟努力 都是不会白白的付出的 一定会有回报的 是 这个是从这个法华经的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出来的 原本是说 若有众生 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的话 那则福不堂捐 是 是这样子 今天的字都挺有意思的 我们从万民公园找了万跟圆 然后发现万根本跟草没关系 没有关系 是不是 是 这很好玩 然后黄也跟草没关系 不要再草头黄了 对 它只是长得像草 不要忘记它下面其实还有连起来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板桥找字之旅 还挺有意思的 很有趣 而且给大家很多惊喜 就是说原来跟大家想的都真的不一样 然后还经常用到的字 对 而且我们板桥甜点真好吃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品尝 好吃的甜点好吗 那我们下次再找佳文一起来玩 好 那广民汉之旭之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老师 谢谢佳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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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